腾讯体育9月2日训欧群赛丹麦制造赛的第三轮历 白老虎比维斯特武的交出67甘 单独领先 三位顶级巡回赛都关经历为0的球手落后一甘 并列第二位 中国球手无额顺一总成绩无甘并列第43名 维斯特武的一马当先 在传统的移动域中 希尔克宝钢尔夫俱乐部 Silky Bird Ride Girls Club的天气良好 基本无风 没有给球员造成太大的困难 来德贝欧洲队副队长维斯特武的今天状态大好 在前九洞拿下两只小鸟后 他转场就进入了狂飙的模式 首先在雪浩洞场草山公国里直接放在洞边 拿下死鸟 接下来又连续四洞抓鸟 一度获得三赶的巨大领先优势 可惜在18号洞 形势大豪的白老虎开球片又下水 最终吞下双百计 这是他自第一轮的13号洞后 首次吊嘎 以67赶赴5完成第三轮 总成绩1668-65-67领先 欧群赛历史上 上一次有在意的莱德贝副队长夺冠 是2014年时的西蒙尼斯 当年他赢得了西班牙公开赛 而这也是继上中杰克大师赛的哈林顿后 又一次有副队长冲击冠军 维斯特伍德表示 我的策略就是尝试像今天那样打 我今天击球的质量很好 推赶也非常有感觉 有大满贯 我脸之王称号的维斯特伍德 今年已经45岁了 手上有23个欧群赛的冠军 而三位落后一杆追赶者 都没有过欧群赛的夺冠经历 其中31岁史蒂芬布朗 Steve Brown 在周六的发挥最好 他打下七指小鸟 并在11号动情或老鹰 没有出现百季 他交出了酒嘎 是这个赛季第17位 打下63赶的球手 总成绩是5赶 70-68-63 周日比赛的领先组将是布朗 以及维斯特伍德 另外交出15赶的是 首轮领先者 乔纳森汤姆姆斯 Jonathan Thompson 年仅22岁的欧群赛新人推改 只能用拍挂来形容 前九动机用了九推 但他也展示出了不稳定的一面 托姆森在1号动以百季开局 然后又在3号动 因为下水而吞下双百季 而且因为在3号动需要多为裁判进行判断 用事过长 他所在的倒数第二组出现 那一个绝无仅有的局面 裁判要求让维斯特伍德的领先组先行打完通过 这样唐姆森就突然成为了最后一组的球手 比赛进入中段 唐姆森疯狂打出七只小鸟 一只老鹰 在白老虎最后移动出事的情况下 他是有机会领 先完赛 不过这个关键时刻 他又出现了起伏 首先开球打关 然后在发挥的最好的推杆上 出现了三推 结果又吞下了一个双百季 只能以15杆64-69-68凡赛 另外打出15杆的是年轻的比利时人托马斯德特里 他交出6只小鸟500季 三天成绩为67-68-66 本赛季已经赢过两次的英格兰人马特瓦勒斯 因为在17号洞吞下百季 以14杆68-68-66完赛 排名第四位 中国球手吴阿川也在3号洞吞下双百季 虽然中间有三只小鸟的进账 但最后二动连续的百季 还是让他以73改加一收嘎 总成绩570-68-73 并业413位 来得杯最后一个自动入选名额的有力争夺者 丹麦本土球手托比约奥利森 在昨天压现金集后 今天打出5感 总成绩7-30位 基本锁定了9月底前往法国的机会 球球是到 电级